上次去實習的時候都是在老人園 所以訪得來第二次 初初來這裡有點不習慣 因為始終是真正的醫院 很多事情跟老人園有很大不同 第一次會很緊張 因為每個人是真人 假人不懂喊痛 甚麼都不懂 但真人可能會很痛 所以第一次都有點手震 同樣是護理學院一年級的學生何好非 這次是他第二次來到醫院實習 決定選擇要做護士之後 他說每一天都很享受自己學習的生活 和面對的挑戰 雖然期間不時都會被病人誤以為他是醫生 多數病人都會叫我們做醫生 然後我說我們是護士 然後他們第一個發現 他說是阿姑娘 因為我姓何 我跟他說不是姑娘 你可以叫我何護士 老人園很多病人都會叫 阿何姑娘 然後我說是何護士 其實很多人都問我為何 一個男生為何不選醫生做 因為其實我理想的事 就是去看著一個病人 一天一日地康復 其實我考了兩次才進來 所以其實考進來 我覺得都不容易 因為家人朋友 有時都會說 為何會選這一波 但我都會答他們 因為這是我自願 其實我的心很矛盾 我又想他讀 但我又想他不讀 我很怕他讀得辛苦 對呀 但又出來工作 我又怕他辛苦 因為護士很缺 我都很矛盾 因為他考到台灣 即是台大 所以他都放棄 都說要讀這一波 證明他的決心 就是讀這一波 也比較大 學好菲在第二次 投考護理學院的同事 也都考上了台大 他另一個喜歡的學科 生物學科 學科學技術 那兩個不同的路 由現在一刻開始的選擇 直到你將來 你自己去上一次 去鋪牌一次 我想那次都談了 超過一個小時 一個多兩個小時 很久 對呀 談到他自己都流了眼淚 睡了在床上 我就坐在他旁邊 跟他談 我自己都會感受到 他自己很掙扎 兩個同時喜歡的學科 選擇的時候的掙扎 家人的最終的支持 何浩菲最終決定了他的目標 他過往的老師也有回來問我 何浩菲考到台大 他有沒有讀 現在讀什麼 讀護士 直到現在這一刻都好 其實不是說 人人都會支持他 也會覺得 為何讀護士 男生 讀護士被人點 因為他 真是我們整個家族 唯一一個男生 所以很想他有他的 我們出街 我們都跟他說 其實只要你喜歡 我們大家一齊出來 他支持你 因為這個工作 其實是一個相當 可以說不輕鬆的工作 還有是三間島 日班 中班 夜班 所以都會影響到 跟家人相聚的時間 所以我們覺得 如果一個年輕人 他真的有心投身這個行業 其實父母的支持是很重要的 即是說他願意去愛人 服務 奉獻 以及面對這個社會大眾的疾苦的時候 他會有一種為他們去做一些事 幫助他們 一種這樣的精神 因為護士的工作 確實是一個不輕鬆的工作 有些人認為是一個 叫做厭護性的工作 他要接觸很多的濃濃血血 很多的疾病 其實在這裡 我們的年輕人 願意將自己的時間 和自己的生命 奉獻給這一類的病人 老是太你是حم俚 靈威 美國的熊 剛剛是一個很大的 fort downward 束女班 因為有個好伙計 他م握人手 武建華 武器 其實每天都好像打仗 一場沙士 令他體會到醫護人員的偉大 因而投身護士行業 很快就由藍色袖 轉成真正的白衣 做了真正的護士之後 很多事情都是靠自己的 這份職業每天的工作 需要面對人的生老病死 阿欣會怎樣面對呢 下一集 護理學院的準畢業學生 會和大家分享 他們投身白衣行列的心情 和學習經驗 而新一代家護士 又要面對些甚麼挑戰呢 因為確實不是一個 很吸引的行業 雖然它很受到大眾的尊重 但其實它的過程都是很高